假期周期之下,市场无完卵 这期视频会对今后两年想要投资股市的人有很大帮助 我在其中也做了一点点小预测 做好准备,我们开始 大家好,我是楼廷 放眼望去全球的资产 从去年年底的高点到今天,没有一个是好的 股市在跌,BTB在跌,债券在跌 甚至还出现大面积的违约 楼市看似没有跌,那是因为国内限价 以股市为例,再看看下跌的幅度 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7.61% A股的创业板下跌35% 相对着,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地区的股市 也都大约下跌20%以上 这种程度的下跌放在历史上 其实就是很严重的事了 因为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 美国的股市大盘也不过才跌了50%左右 所以这时候我关注一个事 现在会是危机前夕吗 加息周期之下,在过去的40年里 又多发生过哪些事呢 今天的股市在加息之下又会如何反映 大家的很多基金还值得持有吗 我们在之前一个智障巅峰10年那期的视频里 已经介绍过70年代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我们就顺着上次的接着说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美联储一共大约有6轮很明显的加息周期 每一轮加息周期的持续时间 保持1到3年左右 每一轮的累计加息平均次数也都超过10次 第一轮加息是1983年3月到1984年8月 其实在1981年初的时候 美国的CPI就已经达到了11.3%的水平 但是当时的10亿GDP增速已经低于2%了 也就是经济滞涨 在面对经济下行和通胀上行的情况下 美联储仍选择加息 而且一直加到1982年 我们之前说过 由于在70年代末前后 美国的经济波动特别大 所以大大小小的加息降息周期也特别多 所以这次短暂的加息之后 很快就开始降息 1982年的降息让经济开始直渐恢复 也成为了美国在之后那场大牛市的开短 在1982年8月 美国的股指开始触底 并开始逐渐回升 从进入1983年初 美国经济开始逐渐恢复 GDP数据由负转正 股市也一路上涨 当时为了持续打压通胀 美联储又开始加息 这一次从8.5%一直升至11.5% 整个加息的时长持续了一年零五个月 也就是1983年3月份到1984年的8月份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这段时间的股市的波动 其实在加息初期的时候 股市依旧处在上涨阶段的 但是大约加息到了1984年初 股市出现了一段比较明显的下跌 在加息这段时间里 股市从高点到低点 下跌幅度14% 这里我们结合70年代的一些数据可以总结 加息周期中 股指波动确实会更大一些 但是加息初期通常还没有怎么样 越是加息进行到中后期的时候 股指波动就会越大 而这次加息周期里 之所以下跌幅度只有14% 是因为此前的十几年当中 经济一直不怎么样 且股市一直在横盘 所以这一次下跌 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底部支撑 如果我们对比2022年的 今天这次加息进场 其实道琼斯指数从高点到现在 也才下跌了10%而已 如果说1983年的那次加息周期中 股市有了足够强的底部支撑 那么1988年的那次加息 就和当下比较相似了 我们这次先看股价图 在1988年加息之前 其实股市已经经历过一次严重的下跌 1987年美股发生了一次大股灾 当时还经历了熔断 和我们过去两年很相似的是吧 2020年我们也经历了美股熔断 发生了一波短暂的大股灾 美联储在1987年的这次股灾当中 通过强势降息挽救了当时的美国经济 2020年我们遇到的情况也是这样 股灾没有对美国的经济产生强烈冲击 因此在1988年初开始 美联储为应对通胀可能上升的危险 竟是提前加息 不过我们今天和当时有所差别的是 今天全球因为供应链阻塞等各种原因 宏观指标上提前出现了通胀情况 而在1988年那次只是预防 所以在加息进程里面 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次 就比1988年那次更加激进程更加快速 从那次加息进程中我们可以总结 并不是每次加息周期 都会给股指带来打压效应 尤其是温和加息的过程 由于没有给股市带来很恐慌的预期 所以股指就不会太大波动 其实在1994年初开始 美国也进行过连续加息 可是这次加息时间短暂只有一年 而且性质也和其他时期很低 本来我不想提的 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政策变化的规律 其实当时美国经济处于复苏期 GDP也逐渐增长 到了1993年底 已经从过去的复值回升到了2.61% 在1994年初更是直接增长至3.43% 而且通胀也没有怎么样 但是还是加息 这次加息主要原因是担心经济复苏期吻 可能会带来通胀增加 从而做的前瞻性加息 所以这次理论上对当下没有参考作用 因为过去美联储一降息就会通胀 一加息就会经济衰退 所以这更像那个时期金工之鸟式的反应 如果我们也能看到 政策也都是有惯性的 由于过去经济反反复复 人们就认为将来也会这样 其实环境是变化 我最想提及的是1999年这场加息 历时虽然只有11个月 加息的幅度也只有1.75个百分点 但是这次却迎来了互联网行业的泡沫大破例 我们去看那个时期的股市走势 道琼斯指数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纳斯达克已经经历了一轮过山车市的行情波动 其实通胀压力在1998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持续增大了 不过到了1999年5月也都在合理区间 而且当时美国的失业率也一直保持低位 在加息之前 基准率率其实只有4.75% 趁着经济环境还可以 提前加息 也能为以后降息提供空间 但是谁也没想到 这轮加息居然刺破了互联网泡沫 造成了结构性的行业崩塌 虽然其他行业受损较少 但是纳斯达克在当时的崩盘 也促使美联储停止了加息 我们现在回看一年半之前的股市牛市 其实当时并不是每个行业和板块都在上涨的 只有互联网 新年 白酒 消费等少数板块是涨价的 在2017年上涨 很好的那些大篮筹 很多在这波牛市里 反倒一直在横盘 甚至有的还在下跌 而之后整体行情进入熊市之后 就是大家一起跌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 在股市里面 行业之间会出现结构性分化是很正常的 对于我们投资来说 一个阶段里更多关注龙头行业 这里我想多说一嘴我过去看到的现象 但凡过去长得很凶 但是突然跌下来 而且跌得很深的这些资产或者板块 往往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 都很难再有行情 因为人们对相关资产和板块的强预期是要消化的 比如美国楼市在2008年跌下来之后 四五年的时间几乎没有涨多少 反倒是当时下跌有限的股市出现了大牛市 还有2000年互联网崩盘后 往后三年里 互联网行业一直低迷 那三年就没抬起过头 那不妨我们也可以做做新的预测 A股里面 以某安为代表的保险板块 以某台为代表的酒行业板块 都是从2020年底 2021年初开始跌下来的 如果他们也遵循这样的规律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 在2023年底之前 这些板块不会出现好的行情 那么对这些公司抱有几大幻想的投资者们 会比较难赚到钱 说来也巧 这个时间点也符合我们此前对于康波周期的预判 当然 这只是我的观点 不够成任何建议 大家可以当个笑话庭 这个视频会一直在 我们不妨在之后的日子里 验证我说的这些 有多少是对的 又有哪些错了 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一场加息周期 是次来危机的那场 因为加息刺破了美国的楼市泡沫 并且带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其实那场加息周期里 始终2004年6月就已经开始加息了 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 美国利率进入低利率区间 货币政策的宽松 也刺激了居民加杠杆进入楼市 2004年8月 美国20大中城市房价指数 同比增幅升至17% 房地产市场的火热 也直接推动了当时GDP的回暖 和通胀的上升 所以在2004年6月加息开始 当时的失业率也是缓慢下降 从2003年6月的6.3% 降至2004年6月的5.6% 一切都心心向荣 但是隐患就是这样 心心向荣的时候 每个人都愿意加杠杆 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信心 信心就会带来过量的负债 尤其是隐性负债 所以之后 我们迎来了一波较大的崩盘 大家都看过大空头那部电影吗 当时次贷危机就是因为中断的房屋贷款 都是次级贷款 这些次级贷款证券化之后 和一些优秀的A级债券绑在一起 就形成了新的A级债券 最后这些又不断打包 导致最后 这些垃圾债券都被隐藏掉了 然后爆了 所以加息其实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加息周期里会有炸药 这些炸药 要么是一些隐性债务 要么是一些以地区为单位存在的险性债务 比如历史上出现过美国次贷 亚洲金融危机 日本崩盘 都是因为他们在周期来临之前 积累了太多的负债率 但是其实我们看 加息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尾声了 但是真正出现风险 美国楼市下跌和股指出现掉头 都是在2007年下半年前后开始 所以只要有了负债 哪怕加息的那个时刻没有刺破 但是长时间维持高利息 也会让这些泡沫破裂 以我们最近的一次加息周期 是2015年末开始的那次 这次加息周期很多人可能没有太多感觉 不过我清晰记得 2015年末开始加息的时候 媒体上很多声音开始说 2008年的负债并没有解决掉 所以这次加息周期 很容易再一次刺破泡沫 但是很快2016年底开始 全球股市走出来一波大牛市 这波上涨的过程中 全球各国的经济数据都很好看 但是美联储依然在加息 但是我们来看这段时间线中 利率其实是从0.25% 上调至2.5% 这在过往也是很低很低的利率 低利率本身是很难引爆炸药的 所以我们再回看今天 其实今天虽然在加息进程中 但是利率也很低 现在暂时利率的上涨 很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里 不会引爆什么炸药 只有到了加息末期 而且越加越快之后 才有可能在中端带来 很明显的大的悲观行为视线 我们去看这个时期的股价图 不用摆出来但也一定有印象 2018年因为某些别的原因 我们经历了一场熊市 美股也经历了一轮很大的波动 我们看这个时期的股市走势图 其实更多是处在一个新的波动时期 但是仅仅是波动时期 就已经足够让我们不容易赚钱 以此来看我们现在 我们至少也会进入这样的波动时期 那么波动时期 我想大家多数人应该是比较难赚钱的 毕竟真正具备很强的投资 和交易能力的人还是少数 投资的问题一会儿说 我们先把这个总结说完 从上述经历 我们能看到加息也是有一些规律的 就是每当经济过热 或者通胀预期过高 都会触发美联储进行货币紧缩 而且并不一定真的需要通胀已经过高 只要预期今后会严重 就会紧缩 美联储加息有时候是未雨筹谋 有时候是解决当下问题 但是不管哪一次加息 我们也都能看到那时候的数据 就是失业率已经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由于失业率比较低 所以加息带来的冲击就会更小 这时候美联储更加倾向于执行加息 同样的 当失业率开始有所增加时 美联储也会通过降息刺激消费和投资 进而推动劳动力市场改善 所以对于执政者来说 稳定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增长 这点放在今天也是这个道理 由于美国当下的失业率也不高 所以我们预期今后加息的进度 短时间内也并不会放缓 我们去看过往的升息进程中 股市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低 今天不也是吗 美股 A股港股没有一个幸免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 在每一次大幅下跌之后 如果我们用长周期的视角去看 也都会砸出深坑 而这个深坑 就是下一次市场流失的起点 所以我想说 现在处在这个周期里 未必一定是个坏事 最怕的就是 在这个周期正在下跌的过程中 你已经满藏在里面了 我对当下的建议就是 尽量持有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投资股票这种事情 量力而为 投资企业债券更不要做 企业债券现在是风险高 收益低 不要觉得收益低 就一定低风险 那种认知在今天不适用了 还有就是 今天整体行情向下 除了资产配置这点 要增加现金类 再就是投资的时候 要尝试改变风格 这个我在之前的一些视频里也说过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融会 贯同两种以上交易方法的 今天的内容 对今后两年是有指导意义的 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周期里 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了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几个关键内容 一 加息周期中 股指波动确实会更大一些 但是加息初期通常还没有怎么样 越是加息进行到中后期的时候 股指波动就会越大 二 并不是每次加息周期都会股指带来打压效应 尤其是温和加息的过程 由于没有给股市带来很恐慌的预期 所以股指就不会太大波动 三 政策也都是有惯性的 由于过去经济反反复复 政策制定者就容易认为将来也会这样 其实环境都是变化的 四 资产涨跌轮动是有个现象 但凡过去涨得很凶 但是突然跌下来 并且跌得很深的这些资产或者板块 往往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 都很难再有行情 五 加息其实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加息周期里会有炸药 这些炸药要么是一些隐性债务 要么是一些以地区为单位存在的险性债务 只要有了高负债 哪怕是加息的那个时刻没有刺破 但是长时间维持高利息 也会让这些泡沫破裂 六 每当经济过热或者通胀预期过高 都会触发美联储金货币紧缩 并且并不一定真的需要通胀已经过高 只要预期今后会严重 就会紧缩 七 美联储加息有时候是未雨抽谋 有时候是解决当下问题 但是不管哪一次加息 我们也都能看到 失业率是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的 当下也是 八 对当下的建议就是 尽量持有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投资股票量力而行 经济波动时期 反倒有一些类型的交易者会更受益 还有 投资企业债券这种事更不要做 用我的话说 就是历史都是不断重复的 假如你不这么觉得 那可能是因为对历史和人性的理解还不够深 历史周期就是这样 每一次都说这次不一样 其实每次都一样 什么都在循环往里 历史就是如此的 我是老丁 朋友们 下期见